在全球百大DJ蕾蕾现场指导下 台北市长蒋万安有模有样的刷起电盘 为长达一个月的2024热活夜音记揭开序幕 漫入第七年的热活夜音记是台北市最具代表性的赏音活动之一 每年二月花季都会吸引超过18万人吃钱来赏花 今年开幕式特别邀请DJ蕾蕾在现场举办电音摇滚派对 还有异星光舞团的炫光舞 让游客在音乐声中感受璀璨夜音美景 台北市长蒋万也推荐情侣到热活夜音来场浪漫约会 这里完全不输日本 我觉得甚至比日本更有特色 我想今年我们特别更跨域的合作 结合了电音趴 所以我们邀请全球百大的电音DJ DJ蕾蕾蕾 心为来透过他特有的音乐风格 会演出极具震撼力的电音party 所以在这边我非常的期待 我相信很多好朋友 市民朋友也都非常期待 那这一次我想我们除了跨域的结合 我们一样有各式各样的樱花 有八重樱 寒樱 昭和樱等等 每部伸收 所以这里会是一个非常适合约会的地方 我们这一次烟音季 特别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月底 2月29号 也横跨2月14号情人节 所以所有单身的好朋友都可以邀请的伴侣 另一半前来这边 来这里告白我相信都会成功 所以没有成功来找我 在灯光映照下 夜晚的樱花别有一番风味 为了营造浪漫氛围 热火烟音季今年改采粉色灯光 投射在烟音上 效果失足 游客忙着用手机相机近距离拍照留念 直说不输国外美景 三公里长的热火烟音季 以韩阴及八重音为主 今年为了配合龙莲新年节庆 内湖热火公园在扩增300株 以祥寿为名的花朵 包括麒麟菊 麒麟花等紫色系草花 同时推出三大装置艺术 美区皆由恐龙装置艺术 马卡龙造景及灯式设计 展期从几日期到2月底 喜爱樱花的民众可千万不要错过 记者张启腾 台北报道